所以我們看到賴清德 他先前從藍白開始要合之前 就已經在不斷的抹紅說 藍白整合就是中共最喜歡看到的 而現在賴蕭沛也已經定案了 但是我們看到過去賴清德 他要跟蔡英文去選黨內的總統 初選的時候 民進黨的側意就挖出說 你賴清德曾經有說過 你親中愛臺 所以當時賴清德 可是被網軍痛批 是中共同路人 而蕭美清過去也曾經 被他自家同志說成中國情 他還因此而輸掉了立委的初選 所以這兩個過去都是被 綠營自家人認證的中共同路人嗎 所以現在他們搭配要選政府總統 結果卻去抹紅藍白河 這會不會很諷刺 蔡建源文你怎麼看 綠營的潛意識 如果不抹紅別人的話 他們不會打選戰 其實他們自家人在廝殺的時候 他們也認為抹紅對手 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所以你看到賴清德 不是被抹紅過嗎 蕭美清不是被抹紅過嗎 所以對於他們來講 就是你只要跟我不同意的陣線 你不支持我 我只要找到任何一絲的理由 我就可以抹紅你 那我們什麼時候 臺灣社會抹紅這個鈴丹 可以失去效用 應該就是這次大選 是一個很好的檢驗劑 何友宜抹紅他不太容易吧 柯文哲要抹紅他不太容易吧 就在禮拜天的時候 柯文哲打電話給我 中午打電話給我 他說 馬英九支持全民調 那我該怎麼辦 我說你就找馬英九出來做 湯科啊 沒想到禮拜一他就打掉 公開講說請馬英九當建政人 我有點意外 那結果談好了以後 他就開始說 這兩組是中共同意的人 不稀奇 所有的反對民進黨的人 就要挺過這個抹紅的浪潮 我們才有辦法登到一個光明的海岸 這一點大家要心裡要有數 你以為民進黨這樣就好了嗎 剛開始而已 他一定會一道菜一道菜的出來 不過我認為 不管是柯當政或侯當政 他們兩個挺住抹紅的浪潮的實力 是應該還存在的 所以對於這個民進黨 你就盡量抹紅 國民黨也好 民眾黨就勇敢在抹紅的戰場上面 能夠跟他們決於勝負 就在我剛才上來之前 馬英九剛剛打電話給我 他已經快二十年沒打過電話給我了 他打電話給我說 鄭元兄感謝你 感謝你 我報告總統你感謝我什麼 他說感謝你這段時間辛苦 我說沒有 總統你更了不起 你能夠挺過咱們黨中央對你的炮火 夥伴對你的炮火 媒體對你的炮火 還有還放出消息說 你派消息神是北京 你是中共指示的 連你都被模仿了 然後馬英九哈哈哈哈 我說我以前 這個對你有所批評 我進入都勾銷了 我對你感到無比的敬佩 你跟柯文哲兩個為臺灣寫下歷史 給臺灣一個救贖的機會 他就很開心 沒有啦沒有啦感謝你感謝你感謝你 我說報告總統 我要上級庶民大頭架了 現在也掛斷電話了 這表示什麼 這是必備的一道菜啊 這是必修的課程啊 對不對 我在選舉也碰到啊 也是模仿我 我當然是用敏拉宇三字經文的出來啦 我的祖先四百零二年前來臺灣 你的祖先還在當外省人 你跟我講這什麼有的沒有的 少照你面前講那一套 那坦白講 這個柯文哲在協商的時候 會做這麼大的浪步 除我意料之外 我以前也覺得啊 他動不動就跟我步道 他多愛臺灣 他不需要臺灣陷於戰火 他這個多討厭民進黨 民進黨的貪腐會毀壞掉臺灣的前途 我都吐了看看他 你是在說真的 是在說假的 但從昨天他的表現 我可以肯定的就是說 他愛臺灣勝過也愛他自己 他愛臺灣也勝過也愛他自己的黨 那這個在所有的評判的標竿 你要說實窮解乃賤 如果被那個當課做的決定 你永遠不只他內心想什麼東西 他昨天那個決定說要在組合裡面 誤差範圍要浪步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他很可能會離總統位置很遠 但是不管如何 他158的智商都願意做這樣一個 重大的推浪 就證明他以前跟我講的話 我不能把他當作跟我吹牛的 他是真的愛這塊土地 所以我給他告露肯定 所以我剛才跟馬雲哲講說 你跟柯文哲兩個人寫下歷史 馬雲哲開心了 不得了 對不對 我說 可是我待會要見哈遠 你比較重要 掛了 柯文哲在藍白整合之後 接受了專訪 他提到了整合的心路歷程 他表示風險程度比較低的 像是烏克蘭 以色列竟然都開戰 反觀臺灣卻被智庫視為是最危險的地方 所以不要以為臺灣不會爆發戰爭 他也提到光靠民眾黨 想要贏得大選是有難度的 看到現在臺灣的局勢 他知道不應該把國家安危拿來賭 所以選擇和國民黨整合 柯文哲知道要讓臺灣在大國間避險 難道賴清德還要為了勝選 來繼續賣芒果乾嗎 立文 是 所以說柯文哲雖然在這個 禮拜三早上的談判裡頭 做出了非常大幅度的讓步 但是呢 因為為了國家的安危 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選擇 的確 這個格局是很大 我們來看一下 侯爾基和柯文哲確定合作搭配 藍白協商達成六大共識 要比民調決定怎麼配 而侯爾基強調為了政黨輪替 雙方各自在小火上都做出取捨 就是為了讓大國目標儘快完成 而柯文哲說為了臺灣 個人位置不重要 被賴清德狂莫紅藍白河說是扶植親中政權 還嗆說自己才能保護臺海安全 柯文哲火大開炮 其實民進黨除了拉中共來當拉拉隊以外 他也沒有什麼選舉的辦法 金柴流幹的壞事哪一件你是不知道 你為什麼從來都不講話 高端疫苗的時候你在哪裡 在我眼中你只不過是一個共犯結構 裡面的一個小分子 所以你也不要裝可愛了 賴清德你的違建沒有拆 你的房屋稅呢 地價稅呢 什麼叫傲慢 什麼叫雙標 你就是代表 你怎麼會認為你是適合 成為一個法治國家的領導人 找得很年 柯文哲跟自爆藍白河後 他接到AIT關切電話 要他解釋是否有大陸介入選舉 柯文哲說同一藍白河就是感受到 百姓對戰爭恐懼心中不安 還說別以為戰爭在臺灣不會發生 不要以為臺灣不會發生戰爭 所有的智庫都說 臺灣是發生戰爭最高的地方 結果那個比較不會發生的地方 烏克蘭跟以色列都打了 我說那個以色列跟哈馬斯打 你們事先知道不知道 他說不知道 就盼兩岸和平穩定 百姓安全藍白河終於排版定幹 只剩侯客兩位主帥如何搭配整合 要齊心協力下架貪腐政權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我們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本集中 不就專門 本集中 活到飲料 不得 很有